消防队已派员上山搜寻 记者林昭章翻社分享 新北市淡水区一名77岁陈庆师之老妇 平时常会到住家附近的山子顶果园散步 昨天下午独自外出却失去联系 家人便寻不着连忙向辖区水源派出所报案 今天下午消防局已派出8人从山子顶往丰树湖方向展开搜寻 警方表示家住山子顶山区的陈姓妇人失智多年 平常除了到附近果园散步也会搭公车外出访药 昨天下午4时时有邻居看见他独自往丰树湖山区方向走去 但是到了晚上时时许都没回家家人四处找不到连忙报警协巡 警方今天通报消防局协助 目前动员八名消防队员三人一组 两人留在原地待命 分别从山崽顶鼓到往向天山方向 以及往枫树湖方向搜寻 警方指出 臣妇身高约155公分 短发没戴眼镜 昨天下午身穿酒红色景身长裤 土黄色毛线上衣 呼吁民众若有看见 可与淡水警分局水源派出所 02-26214227联系 消防队已派原上山搜寻 记者林昭彰翻社分享 消防队已派原上山搜寻 记者林昭彰翻社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